对于美国来说,海军实力不是一般的强大,至今依然保留了11艘航母。 对于美国来说,航母已经玩得轻车熟路,当我们还在苦思冥想如何建造航母时,美国的常规动力航母早已成为了过时的,现如今,美国保留的11艘航母,全都是核动力航母,毕竟美国一直实行的是霸权主义,在全世界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,依靠常规动力航母显然跟不上。 所以核动力航母现在成为了美国的标配,要知道11艘航母的现役数量已经占据了现役所有航母数量的一半还多。 对于美国来说,每次打仗,总是拉上一两艘航母随意出击,总是先发支援。 这几十年来,我们看到美国的航母总是毫发无损,基本没有国家能够达到美国的航母。 当然了,美国欺负的总是一些小国或者弱国,美国媒体之前公布了小英级航空母舰美国号CV66被击沉的现场照片,随着美国号航母沉没现场照片的首次公开。 13年前美国海军在大西洋继承这艘8万多航母的绝密档案也就此揭开,要知道这可是艘8万吨的航母,这个级别的航母。 说实话,我们现在依然还没有,对于我们来说,现在出了辽宁舰就是刚刚进行海市的首艘火产航母,但是这两艘航母与美国13年前被继承的这艘航母的对要差得多。 即便是即将开舰或者已经在准备中的003航母,或许最多也就是达到这个级别的航母。 美国在13年前将这艘航母硬生生击沉,虽然这13年来,关于这艘航母的传言一直不断,但是这次却是美国首次公开这艘航母被击沉的现场照片。 很多人觉得,击沉航母应该是很容易的事,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用导弹站开航母的一个端口,那么航母很可能就被击水沉底。 当然了这是我们脑海里浮现的画面,真实的情况显然不是,而且在多个窗上或许一旦不会让航母沉入海底。 2005年美国海之岛的一次搭型试验,用一艘排水量8万多级的真航母冲当把船,用各种现代武器进行打击测试。 但是很尴尬,足足炸了差不多一个月,准确的数字差不多是25天左右,但是离一个月的时间已经相差无极。 美国使用各种板件导弹和武器装备进行轰炸,竟然足足耗了一个多月才炸成它,最后几时依靠的是安装在航母上的高能炸药将其炸成,也让我们看到航母是有多么的难炸成。 这艘航母被继承的照片,时隔13年被公开出来,也让人非常意外。 其实如果没有当年的事业,显然也不会有美国福特号航母的今天。 而且尴尬的是,这次继承8万吨的航母,美国前前后后足够花费了差不多2200万美元,显然这么多钱都跟随航母去陪葬去了。 所以说,即便今天想继承美国的航母,13年前的这个例子,就是典型的案例,如果说美国的航母真的来袭,其实,根本没有必要继承它,只要摧毁它的甲板和关键部位就可以了,没有了战斗力,航母也只能是个空格子,你说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